整個改變裡面的廣泛性大了很多 有五個大個界別 在五個界別裡面的人數都平均 所以我們不會在一個界別裡面操控或控制其他事情 我們作為一個選委 我相信我們可以提供多些資料給候選人 我們的界別、我們面對的問題、我們面對的需要 以後日後在政光上好或處理上好 都能夠立即調教幫到我們的界別 基督教協助會在今次選舉當中 我們都負責要選十位的選委出來 在提名當中每個教會或機構提名五個人 然後我們用抽籤的方式 所以我們相信選了出來的十位 我相信在教會當中或基督教當中都相當有代表性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定是必須的 大家看到現在很多時候都是看重的就是大灣區 香港有它自己獨特的優勢 如果我們可以用得我們的優勢 又可以配合到大灣區的發展 更加能夠在未來配合到一帶一路的路線 我想對香港的未來的整體發展一定會好 其實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 香港容易有國家發展大局是順理成商 而且無可厚非的 香港根本自己本身是做不到什麼事 即是無論是資源、人才、財政、土地、物流 我們基督教裡面說的是愛 是愛和和平的一個宗教 即是我們不是說每次掃諸暴力去解決問題 我這個解決不是 你可以不認同一些事情 有時候我未必完全認同我爸爸媽媽 但我起碼一樣我尊重 其實基督教也有一個愛過的情懷 無論是舊約或者是新約 詩篇122篇它就說 我要為耶路撒冷求和平 願愛你的人都輕和 所以這個在舊約當中已經有這種的教訓 但如果它在工作上不穩定 住屋也不穩定 它就有很多怨氣在這裏 我覺得青年人始終是我們社會的未來 但那些不是搞事的 我們要給予一些機會 讓它可以重新的 可以成長化 因為人口的老化 居住環境或者樓宇的老化 我們的設施的老化 反而令到香港 進入一個比較危急的地步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有很多獨居的老人 沒有人照顧的老人 這個香港我想將來要特別關注 我祝願香港市民能夠在未來 因為這是這樣的改革 能夠穩定下來 我都希望我們能夠早日通關 能夠早日和國內的機構 教會機構 來到有實體的接觸 聯繫 我祝願國運窗路 每個人都能夠安居樂意 幸福而發